这是一个罗改空压机 老板刚从别的地方拉过来 接上电 吸合不了 就是刚开始开头那样 把个接触器里边都打糊了 换了一个新的接触器 还是吸合不了 这个电机就是星角启动电路 接触器运行是靠这个面板输出 就是星启动 角运行 这个面板来控制接触器的吸合和断开 在别的工地好好的拉过来就吸合不了 电机转不起来 什么原因呢 电线还是原来的线 空压机里面的劲儿看着还挺新 电路都没动过 原来的电路 这是电机的六根线 我想拆掉这六根线 然后再启动一下试试 接触器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 就是不接电机的情况下 能不能启动 能不能转换 看看吸合正不正常 您先把电送上 把电送上 电送上了 400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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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正常 电压正常 您可以启动一下 这下面六根线是电机的线是吧 对 对 电机的线 可以啊 可以 这一装上电机线就不转 连启动都启动不了吗 就启动不了 就给它啪啪电话吧 连启动都启动不了 就测量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 测量三项线圈 这种电机的线圈电阻很小 只有零点几欧 测量到这线圈正常 那就把电机线接上 电压没问题 电机没问题 可以启动一下试试 它这也没有机停 这有机停 机停会有特别的 啊 机停会有特别的 哦 我这拉你就拉啊 拉拉拉拉 转不正啊 转的方向对吗 他刚才是刚才是这样转 对 现在箭头是朝这 对 箭头朝这 应该是这样转 对 对吧 还是反了 往下反了 把这个输入电源吊一下 吊一下 它会不会相续报警 吊一下 我刚才吊它就大开响 自自响吗 嗯 它就相续保护 它自自的报警 是吧 当时是这个黑线 给这个这个蓝线是吊过来的吧 吊过来它就直直响吧 直直响 那我就在这儿吊 我也在这儿吊行了 输入电源吊 这种空下机带一个相续保护 就是说这三项电 您不能接反楼 接反楼会启动不了的 昨天他们自己把相续抖了 抖了 所以说它会反转 刚才还打火了 不打是吧 刚才没打火 没打火 应该停的时候 打火但是它转的那个旧不对啊 这个电机虽然不大 但是它转的那个旧也不对 没旧 半天它起不来了 噢就起来了 对 您看一下这个转效 是不是好热转的 不行的话 我说拉你就拉 嗯 测电压 把两个表笔插在界线上 送完电是400V 启动一下看看啊 电压太低了 电机运行起来 电压瞬间变低 300V 再送一次吧 送一次电 怎么那么低的电压 一启动电压低得很 现在不启动电压都一会高一会低 对吧 嗯 嗯 它那边一吻 现在在别的工地使是没问题了 我知道我知道 嗯 也就是主电压低 我启动一下 看这个电压就行 电压高了可以 一下压以后 电压变成了 三百多一点 三百伏 三百伏 二百多伏 关了 电压变成二百多伏了 那就去上一季的电炸看一下 也就是工地 常说的二级箱三级箱 现在是中午了 都停工了 用电了手 来看一下 这个配电箱 哦 它说 这是主线 这是中章 这是分章 对 它这个看着是六平方 其实就是四平方的线 细了 它带那么多东西 而且线有那么远 你启动一下 我才在这头量量电压 就知道了 你启动一下 一读读 你就关掉就行了 电压瞬间到三百 它那么一启动 瞬间到三百 电压低 电压太低了 三百 二百 二百多 二百多 不行不行 它那个不行 嗯 这个主线细了 得换主线了 电压越长 电压越细 它的电压降就会越严重 就是带不了东西 重新换一个配电箱 这个配电箱 线够粗 电压稳 好了 我的检修也就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洗车机 每次下场大雨以后都不敢用 擦上电一开 就跳漏电保护器 这种现象一两年了 没解决 就是换了新的洗车机过来 它也会跳闸 他们说只要不下雨就没问题 这个故障也是倒过很长时间没找到原因 所以我感觉很神奇 它这个插座插其他电器都不跳 插烧水壶插电风扇都不跳 偏偏插洗车机它跳 这是新的洗车机 刚才一开就跳了 这个洗车机拉到别的地方 拉到别人家不跳 所以很神奇呀 这个客户也是困扰了两年 正好昨天下了一场大雨 三十五开始一插就跳的 多少天 从昨天开始一插就跳 现在还有一回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 洗车机没问题 去看一下跳的哪一个渣 他们家的线路是从一个工厂接出来的 哇,这个工厂车间很多设备 全是小车床,小机床 跳的是这一个 漏电保护器 这是漏电跳的 这个闸换了新的 原来是个旧的 旧的也跳,换了新的也跳 平时怎么用都不跳 只要是下场雨 一开洗车机就跳 他们说这个种闸带着下边很多很多设备 送上电以后 只要不开洗车机 其他的设备怎么开都不会跳着 一启动 跳了 去看看那个 那就从总闸这里开始找原因 拆掉组零线 万一表 测量零线与零线 表针一摆到头 你要说老王你骗人 以前你不是说测量地线吗 怎么测量零线了 这是个漏电保护器 测量零线是可以的 可以确定这个零线是有问题的 是漏电的 因为他的很多设备的零线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让他们把每一台设备的零线断开 就是一路一路掐断 我在这头测量 看是哪个的问题 你断开 好好好 别动了 就这一个 再确定一下你在街上的 街上了 街上了是吧 好 断开 就它 我过去看看 这些你都可以往上接了 掐断了 先 这个设备进来了 这个线是什么线呢 它把这个零线接地了 零线接地线了 零线接地线了 导致的 这个零线接地线了 它其实是个地线 这个零线接地线 它本身是个地线 在头也把主零线压上 把所有电路恢复 再去测一下那个漏电的线路 测量 这个所谓的零线 其实是地线 与主零线 一摆到头 这种现象不用电 为什么不跳漏电保护器呢 为什么一用洗车机 它就跳漏电保护器呢 所以说电路很神奇 这样就好了 这种零线漏电 导致其他设备 应用电就跳砸的现象 以前遇到过很多 好了 我先洗个车 感谢您的观看 请读多指点